小老板有的实话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 你以为的也不一定是真相 当你以为拿走了所有地府的宝物 可实际上呢 很有可能一些宝物还在原来的地方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拿的那些武器都是用来混淆视听的 其实真正的宝贝还藏在地府里面 咳咳咳 小老板这个可是你自己说的哦 我可没有说过完全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小老板既然你问题都想通哦 那您现在是不是可以选择购买复活套餐呢 你要找的宝物说不定还在等着您呢 行吧行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试一试你的复活套餐吧 太好了小老板 那我们还是之前说好 购买终极复活套餐 诶 等等 你之前说过 终极复活套餐还赠送一次传送功能是吧 对的对的 我们现在将遵从您一次传送功能 在你复活以后 可以传送到任意想去的地方 那这个传送功能 可以等我找到宝贝以后再使用吗 当然可以啦 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传送道具 当你想要传送的时候 只需要使用它就可以了 我跟你说 这次你要是再坑我 我保证你这辈子都再也看不到钻石了 哎呀小老板你放心啦 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诚信二字啦 这次服务保你满意好不好 那一共需要多少钻石啊 小老板这么爽快 那这次我就替你把服务费免了 就是给你算两千三百颗钻石吧 好的 谢谢小老板的消费 您这次购买的是终极复活套餐服务 那我们的服务即可生效 这个墨影珍珠你拿好 这个墨影珍珠是我特别制作的 它能够让你有一次任意传送的机会 等你找到想找的东西以后 使用它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啦 如果你现在没有其他问题了 我现在就要将你传回异世界 嗯我没什么问题了 你把我传送回去吧 好的小老板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呼叫我们的客服服务呦 那欢迎您下次光临 我是客服008 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 再见 哎我还真的回来了 感觉跟做了个梦一样 小君 你之前醒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隔屁了 嗯 死灵骑士 我去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怎么 我在这里也很惊讶吗 大家都会以为 我已经会其他围住了吧 嗯